期视频 喜欢的小伙伴给观众们 说起拖拉机很多人都不陌生 在小时候依依还做过拖拉机呢 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 家里还有拖拉机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使用大型机械耕种了 现在拖拉机也是越来越便宜了 在小时候家里买一辆拖拉机要好几万呢 但是现在买一辆拖拉机 可能还是这个价 或许更便宜 但是国外有很贵的拖拉机 这种国外的拖拉机在外形上跟国内的很不一样 看着要比国内的拖拉机更大 而且这种拖拉机可是有很多用途的 那么在后面加上一个平板车 就可以当做一个牵引车用了 如果在后面加上一个靶子 那么就可以直接耕地了 这些还不算奇怪 下面这个技能很多拖拉机都做不到了 因为这台拖拉机觉得在陆地上耕种没什么挑战 还要在水中工作 这台拖拉机是国外的一个公司特地发明出来的 他们给拖拉机换上了四个非常巨大的轮胎 尤其是后面的两个轮胎 看起来跟这台拖拉机车身的大小差不多了 这台可以在水中行驶的拖拉机是荷兰制作的 他们之所以这么设计 是要拖拉机在一种拖拉机中拖映而出 你们觉得这台拖拉机